可不可以拔出來 大家好 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分享 我想大家會有一些 initial的疑問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呢 其實我也有這個疑問 我記得我上一次來這個 occasion的時候 應該是三年前還是四年前 當時隔壁講者是陳建文教授 所以都幾嬉虛的 看到世間上香港的變化 直到今時今日 我們面對的situation究竟是怎樣的 我想講三個部分 第一就是關於剛才 郭嘉琳講的那些跟Lashko的選舉有關 特別是跟這個功能組別有關 其實我不知為什麼會變成這個題目的 經常有人叫我講功能組別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也知道一個是 做了很少很少的事情 我想坊間好像大教授等等 長期有時間關注 應該是比我們認知深很多 但是我講我自己的原因 第二個部分是想講回 在我們面對現在 就是我自己的全球疫情的前例之下 對香港likely的scenario有什麼影響呢 對這個選情 或者是對我們未來所面對的options 第三樣其實我主要想講是這一點 雖然大家的興趣未必在這裡 究竟我們怎麼看整個road map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在香港想促進改變的時代 究竟我們的logic應該是怎樣 是很micro的看東西 還是很macro的看東西 如果是後者的話 我們會不會可以有一些 現在未想到的方案在前面呢 先講第一個部分 功能組別 功能界面 之前我在一個民間記者會的平台 講了一點關於這個題目的內容 其實他們想採取這個 discussion 就是為什麼香港去到立法會選舉 每一年其實都過不了一半 關鍵會不會一直在選那邊 而在功能組別那邊呢 之前我也有分享過一些文章 就是關於如何在現在的存在的框架 有可能有改變的空間 自此坊間有一個討論 這個討論就圍繞著以下六七點的問題 這些問題我在一些文章都寫過 我想我很簡單地去講一下 主要坊間對這個功能組別的議題的觀點 以及一些我們想到的response 第一 其實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整個立法會選舉也好 功能組別的選舉也好 或者過去九個月至十個月的街頭運動 香港的反送中的運動也好 最ultimate的mission是怎樣 我們要在這裡才有一個大的方向 才可以走到下一步 在過去那段長的時間 坊間基本上會接受了五大訴求 或者一個比較籠統的叫光譜香港的口號 而每個人對這個定義都是不同的 比如說由最叫光譜的一極 他們所指的光譜香港 可以是一個制度完完全全 用一個政體去形式的改變 去到另外一極 比如說田兆 他們都會這樣廣播香港 其實這是甚麼呢 在這個運動的時期有單一個目標 目標是一個條例 這一類很籠統的口號是非常有效的 是可以接觸絕對的majority 在反送中的示威 如果由一個所謂光譜上 深黃去到淺藍 那可能香港有七成的population 涵蓋在哪裏 但是去到選舉就完全是一回事 它就是有那麼碎分到那麼碎 所以我們可以expect 就是本來一些已經是 Inegrated的大議題 突然之間會分得很零碎 這個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局面 但是這一樣分得很零碎 是有甚麼好處有甚麼好處 其實有nonnecessarity 是一個問題的所在 如果大家的目標是要 要facilitate 任何形式的改變 而我們其實沒有一個人 可以知道真真正正甚麼 才是最確定的改變 那你自然要exhaust 所有的options 而我記得我們小時候看這個武俠小說 天龍八部 你捉這個圍棋 有時候你看到前面有一塊東西 是一個死局 但是你走進去 原來不然開朗 那我們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們是一個macro picture 我們應該要有很多的path 現在我們講的是其中一個path 這個是所謂理論基礎 那個macro料是這樣看的 那第二點就是說 光榮組別這個議題 mission是否爭取民主普選 那是否背道而遲 那邏輯上這個當然是不民主 也不會有甚麼人的地方 就算你跟建制派的朋友說 也很少人會認真跟你說 光榮組別真的很公平 有廣泛代表性 沒有甚麼人會這樣說 因為大家都心裡明白 這是甚麼制度 所以這個本身不是一個討論範圍 那個討論範圍就是 如果這件事是不公平的 那我們是否參與這個價值 那這個就視乎你參與 是否真的改變到 而這個是technically可以計數 這個是一個數學的問題 而是多於一個原則理念的問題 如果 即是logically 我們是stake with一個 fundamentalist的approach 其實你直選 都不應該參加的 本身整個選舉 如果你當選直選的議員 其實都沒有可能改變 議會的運作 unless你有另外那一邊的配合 現在的制度就是這樣 那是否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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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理念其實 整個選舉都是不公平的 整個香港制度都是很不公平的 香港政府也是沒有甚麼應受性的 那我們完全detached from它 是否一個option 是一個option 但是這個不是我看到主流 社會所認知的option 那是否未來不會是呢 也都不一定 但是就剛才我們第一刻 想講的logic unless exhausted所有的means 我們才可以見到新的路線可以走 那所以理念上 我認為很明顯 這是不公平的制度 但是是否在這個制度裏面 絕對改不了呢 那我們看看第三個問題 路線可以怎樣做 根據現在基本法的框架 在功能組別裏面 就是我可以分組點票 如果alachico分組都過了 那你可以approve 或者disapprove政府法案 可以否決這個法案 但是如果是一個政府 它本身是叫做like-minded的政府 那它提出的法案的話 那簡單多數就可以通過 就不需要 就是所謂的分組點票 就是所謂的分組點票 在立法會過半的時候 在短期 就是在可見未來的兩年 當林鄭月娥女士 依然是行政長官的時候 那它基本上是一個 它所行使的極限 就是一個否決的角色 用這個方式去監督 那這方面其實 我想大教授等等 會有充足的論述 那我想說是一個比較前線 再之後下一步 功能組別的設計 如果你說它有什麼價值的話 其中一個就是 和明年那個選委 基本上是inline的 那千二人的設計 相當之相似 譬如說一個工程界的代表 是legical 它會有30票選委 即是都是屬於工程界 那些什麼眾商會 或者是商家2那些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十多票 那其實整個system 即不是exactly equivalence 不是絕對的延伸 但是論理是很像的 那如果在 現在我們看到有一個空間 它會改變到裡面的structure 理論上 理論上 是那個千人的委員會 都應該改變到那個structure 那而改變到那個structure 的重點就是 你可以理論上 可以找到一個 廣義認同 現在五大訴求的行政長官出現 那坊間很多時候都會說 就算找了一個形象好些 正常些 說話沒有那麼挑釁性的行政長官 那又如何呢 那這個是一個很valid的問題來的 那所以我們也都要回應 第四個問題 為什麼以前如果做到的話 都是做不到的呢 這個牽涉到當選的 議員的accountability 在過去的22年 香港主任現在之後 基本上我們很少提到一個 當選的議員的問責 因為我們最關心的 又是政制的問題 通常一個答案就是 北京不比 那因為叫北京不比 這麼簡單的答案 無論你是建制派的議員 那它有一個答案 反對派的議員 或者叫泛民主派的議員 或者我們怎樣叫他都好 都會有他的答案 但是久而久之就會有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一個叫做 永續反對派的存在呢 那如果一個永續的反對派 和中國的民主黨派 就是它有這個八大民主黨派 就是definition 這個不是反對黨 它是叫做參政黨 那是不是就會變成這樣呢 所以in this sense 我們會明白為什麼坊間 到現在這個structure 無論是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 都是這麼不滿 就見到似乎我們固化 一個萬年泳造的結構 但是如果我們在那個accountability 那裏有一點點的criteria出來 譬如說當選一個立法會議員 他的責任是包括了 都要盡他的能力 在他相處的界別 或者他本身的profession 促使在那些人的小選手裡 做一個改變 這個改變不是為了選誰 或者不選誰 而是要找一個CE的candidate 他本身是要publicly endorse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路線圖說 他如何through這個system 去改變現在的現狀 in particular普選這個議題 普選這個議題要解決 或者香港有真正的普選 就是有兩套幾種options 有一種是完全打爛的制度 有一種就是和北京重新講數 讓他訂一個符合大家要求的方案 另外一種就是改動最少 就是理論上 理論上不經過中央的層面 內部立法可以處理 就是through一個叫black-minded的CE 他propose一些changes 交給一個simple majority的Lagical去通過 那第三個option 就是現在inline with功能組別這個議題 一個叫做路線圖來的舉例 根據現在的我們的法律的認知 你想去由一個行政長官去提出 改變江南組別的選舉方式 譬如說由公司票變國人票 這個內部立法就已經足夠了 譬如說保險界 現在的代表叫做陳健波議員 大家也熟悉了 那你和保險業界的 即是出單的那些朋友 他們是不是這麼喜歡 波哥和修程旗的理論 highly likely都不是 那但是就是說 如果將那個representation 變成是一個一人一票的basis 那roughly我們相信 和坊間現在的黃金64比10號 就是整體的民情是會 more in line 而這個是不需要經過中央的層面 那你假定現在30席傳統功能組別 有一個這樣的CE 他全部將它propose 變成了國人票 那這個是當年彭定康申救了的做法 那如果做到的話 in a sense 香港沒有人就會有兩票 而每一個功能組別 你不需要經過中央的level 你都可以將整個combination變成 那到時我們初落計過整個lectual的比例 只會比現在那個64的黃金命律 只會多人貝水來到這個非建制派 而這個過程當中有什麽的implications呢 除了改變了這個structure 另一個implications是說 我們在整個選委 那個千二人的組成 其實也可以根據這個方式去做出更改 因爲都是理論上 選委怎樣選都不是中央的issues 都是內部留法 unless你改變整個組別的設計 或者那個分佈 那如果那個選委會都是這樣去改變 其實就可以bipart了整個八三一個框架 因爲選出來的結果 基本上就不需要擔心提名這回事 而在那個制度上 這個有點像外國的上下議院 在Lachio裏面 如果有人有兩票 roughly 就是roughly equivalence 而在那個C的election 如果我們可以bipass了 一個大家認為不公義的八三一個框架 亦都可以完成了普選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step 好的 我們反過來看如果這個是一個road map 那現在我們見到公盟組別的選舉也好 立會過半也好 這個議題就不是純粹說 哪個黨派多論席 哪個人走哪個人留 就不是那個level的問題 而是一個major structural change 可以改變的可能性 好的 那麼 下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做到 或者真的叫做禁意做到 當然沒有人說過禁意 當然 爲什麽以前做不到呢 那 講到這個問題 就牽涉到很多政壇的詩怨 等等 我不是那麽俗識的 我都認識不少政壇的朋友 但是去到那個位置 我沒有任何資格去回應 但是我的觀察是這樣 因爲我都請教過一些 特別是傳統非建制派政黨的前輩 亦都有前輩的前輩 那我得出來的observation就是 曾幾何時 香港的非建制派 對公盟組別當然很有意見 其實現在當然也是 但是有意見得來 又不會不參與 中間就會有一個邏輯的矛盾 即是如果day one 好像我們說明不參與 這樣起碼是consistent 以前那個做法就是 功能組別其實有幾類的 有一類個人票 因爲非建制派覺得 比較容易當選 或者是比較有勝選 或者是比較 就是相對民主元素高些 其實我覺得是 純粹一個argument 所以就可以參選 那你的公司票那些 以前都是很少很少會參與 所以說就算有個目標是想去 就是去 win the majority 都不甚至去有 sufficient of candidates 在你的FCs 但是其實 功能組別是有三類的 即是根據我們 憑那個結構的分析 第一類就真的是個人票 即是法律界 醫生 社工等等 第三類就幾乎不能改 在現在的制度 因爲它是憑一 就是by referral 才可以enlarge 那個選民的基礎 即譬如說 中華總商會 或者是 漁農界 就是60個 基本上你不能入到會 但是還有中間的一類 就是那些公司 或者公會 其實那個enlargement 空間是存在的 只不過大家以前很少去看 就是這個so-called的漏洞 而裏面是 是有不少這一類的例子 那以往 即是叫做 非建設入系政壇園 通常會比較 去避開中間的那一類 那我們 即是跟一些 即是我的generation 或者最年輕的朋友 談開 就會認為其實中間的那一類 可能就會正式是一個特報效 那這個就是整個 論述的誠因 那只是說 之前爲什麽不做 我相信 原因很多 有理念原因 有策略原因 等一下有人手 社會還沒覺醒 即是什麽都好 那我覺得 向前看 就是了 我們看回歷史 那我不懂得回答 而我相信 都未必有很多人真正會回答 下一個問題 這個是比較關鍵的 這個我想是最 值得詳細探討的問題 就特別是 一會兒 即是阿智峰 即是他下位講師 那你見到他一定會想到這個問題 那就是DQ 那就是DQ 怎麽算 而DQ 不是只講一個候選人的問題 譬如說 你們選一個立法會 那可能有一堆 candidates被DQ 那怎麽算 又或者大規模 如果他真是很害怕的過半 那DQ 100個候選人 那怎麽算 又或者你真的選了 Audrey做特首 但是又DQ了你那怎麽算 或者不是任命 那麽我們強調 即是北京不斷強調 是一個叫實質任命 那麽其實整個logic 都是一個簡單的答案 來的 本身任何的制度 即Including 威權政體 還是民主的政體 任何的制度 基本上有一個 所謂constitutional measures 如果你做一些很非常的行為 理論上法律是做到的 你美國 英國 法國 你全部都可以charge他們半國 收監言論自由 但是這些除非是 打一大仗 譬如說 以致美國去抓了一些 美籍的日裔人 去集中營 那太平正西不可能出現 英國可以charge你半國 那麽其實就算你跟回 中國法律都好 有一套都叫相對的norm 證言大家 就算你住在北京上海 你不會expecting 明天突然之間 好像真正的文革那樣去 去到 即叫人民公社 或者是 整個制度完全disrupt 那麽所以說 如果北京有好非常行為 小規模的DQ 如果是純粹針對 即是阿之鋒一個人的 那麽其實大家都知道 發生什麽事了 之後他怎麽有plan 如果他針對著整個system 令到結果足以是大規模的改變 這個就正正是所謂的破局 那這件事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這就是最後我想說的一點 就是一個contingency plan 本身在整個討論裏面 無論是選立法會 或者是街頭的戰線 或者是國際的努力 任何一個option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它的 outcome 但是都會有它的contingency plan 當我們見到一個破局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幾個即時的反應 國際社會的反彈 我們不知道的 當一個一國兩制的system 由北京去 基本上announce 接近不存在 外交會視之為 那當時的風險會是怎樣 當現在全世界局勢很不穩 有中美貿易戰到疫情 那到時候 當中國一個洗錢 用錢 用資的窗口 承受一個風險 這個是不是政權需要承擔呢 或者願意承擔呢 在其他戰線上 如果你證明了議會路線 是dead end的 那你自然就會想別的 而一個客觀的現實 就是香港絕大多數的 所謂中產 或者是中層 要怎麼這麼定義 香港始終是一個形狀 那他們沒有奪取這個option 他們依然會相信 這個路線是possible的 但是當你證明 整個路線是failed 那自然他們都會想其他 alternatives 而這些 就好像剛才剛才說 抓圍棋 有時候你走到那一步 你會必然開朗的 那些alternatives是甚麼呢 有些我們心目中想過的 有些現在是想都想不到的 但是社會就是這樣變動 那問題是 如果你甚麼都不做的話 就會stuck在那裡 就會是真正的dead end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現在這個狀態是不理想的 如果你無了期在這個狀態 就會很不理想 人生苦短時間是有限的 如果有一個方式 可以令到大家知道 這條路線是不是成功 本身它都是一個achievement 因為剛才沒有時間夠 今天本來有幾個哲學的問題 想探討的 但留回Q&A才說 謝謝